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部分在同学写这个business plan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不足够的 所以比较重要的 我还是要补充这个计划评估的部分的话 给同学 那这是主要的大纲 所以我们还是会讲一讲财务管理的概念 还是要提到财务报表 然后后面一大半的话 我们就会讲这个计划评估的一个部分 好 课本其实在这一家很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资讯怎么样子 你的data如何把它转成资讯 然后让你来做决策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那这个地方当然 就是说你在整个经营管理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一定需要 你一定会有一些data 那收到data之后呢 你要把它转换 你要做过我们统系讲的分析整理 把它data的话呢 转换成有用的一个资讯 然后资讯呢 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去做分析 那课本里面有这么一张图 它说如果你的资讯越小的话呢 就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 资讯越小 其实你做决策的风险是更高的 你常常会做到错误的一个决策 那当你的这个资讯越多的时候呢 你的决策的正确性当然就比较高 你错误的风险当然就会比较少 所以不要说只是在我们财务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讲这个资讯的这件事情 应该说当你在做决策的时候 永远不要忘记 收集越多的这个资讯的话呢 对你做决策是越有帮助的 因为记住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必须要怎么样 很 你的这个资料 你当然要收集是正确的一个资料 然后你在把这个所谓的data 转换成information的过程里面 你要有足够的一个能力 能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资讯的这个分析的 information的一个分析的话呢 当然它也有相对的一些知识 要来对照 好 那我们看到左边的话呢 这是当我们收集资料 然后来做分析 做决策时候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是我们在出统的 第一堂课介绍统计学 大概就是这样告诉大家 对统计学做什么用 帮助你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做决策的一个工具 那为什么我们是不确定 因为你做所有的 你采取任何的一个决定的话 你做的任何一个行动 事实上你不知道 那个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不确定 那所以统计的话呢 当然就告诉你如何去收集资料 相关的一个资料 然后把这些资料的话呢 转换成information 然后再从information里面的话呢 来做解 做分析 然后去做预测 这是统计学最重要的 告诉我们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 在资料的这个所谓的 把资料转换成information 当然你要先收集资料 然后资料储存起来 把资料随时更新 process分析整理 那最后一个步骤 一定要把这些information呢 把它present出来 那有什么present的方式 大概是最简单的 整理成表 两个资料的话呢 我们就用列连表 那单一的一个资料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表格 然后你可以用图 有bar chart 有py chart 或者是用直线 如果是时间序列资料的话呢 那我们大概就是用这个 很简单的这个趋势图的话呢 来呈现 那最重要的 其实在统计里面 大概我们很常去用的是 两个变数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讲回归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用那个的话呢 来做预测 所以你现在看pied chart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你看bar chart 那是一个绝对值的一个概念 你很快的可以看出来 这个整个这个 像这边讲的这个profit的一个变化 中间为什么有一年 这个趋势上面来讲 事实上应该是呈现上涨的一个趋势 可是在2014年的话呢 突然掉下来原因是什么 你从这个图上你很快的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就可以去追着问为什么 那看这个pied chart 这个pied chart最主要看相对比率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边你的这个营修的每一个这个内容里面的话呢 你最主要的营修来自哪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在Anson Reimash 这个这家公司它主要的这个产品销售 你可能很快的在相对在这个 这个比率的一个部分的话 很快你看到这个达路纪的部分的话 销售金额是最高的 所以这些资料为什么我们要讲说 在统计整理上面的话 表跟图呢都是相对重要的 这个是你可以相对在解读上面 因为我们可能对这种图形的 这种敏感度的话呢是会比较高的 那当然了你可能两个资料你都需要呈现的 好 但这个表还不错的 你有注意到吧 我们说所有的图表是不是都要有表头 它的所有的图 它的横轴纵轴 它的单位是什么 你也必须要把它呈现出来 你也要必须把它很清楚的呈现 然后比如说图的话呢 像这个趋势图的话呢 你的那个距离 那个scale 它的衡量的那个标准 你是不是不能把它放太大放太窄 因为这条直线 现在看的话呢 它有上升的趋势 你把它说把这个把它的这个间距把它缩小的话呢 它是变得很平 然后你把这个距离把它拉高的时候 这条线又变得是涨得非常厉害 所以那个scale的话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统计学里面大概都有介绍的东西 这些这些概念 所以你要在很精准的抓住这些概念 好好的去运用 把你的资料呈现出来 好 那我们财务管理在讲什么呢 好 刚刚讲资料收集 不是在财务管理这边 包括我们在行销在生产 你要去抓这个瑕疵比率的话 不良率的话呢 其实也都是资料的一个分析 所以为什么你在搭耳的时候 需要念统计学 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你在后来 所有的这个决策管理上面 你会常常用到这个统计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好 那财务管理在做什么呢 简单来讲 你当然要去预估说 我们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多少的资金 那这些资金的话呢 它应该从哪里来 所以筹措资金的部分 我们自己可以提供多少 那我另外要去举债多少 所以做资金的预测跟资金筹措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如果钱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剩下来钱很多 剩余资金有的时候 你怎么样把这个剩余资金的话呢 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 你怎么样让这个钱 因为钱放着它还是钱 它不会生小钱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做一个 所谓的investment这样的一个决策 让它呢提高这个整体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在企业里面我们常常讲 我们跟我们的主要的业务项目有关系的 那就是我们的主要营修 可是跟业务 主业务没有关系的 我们还是有什么 业外的营修业外的支出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的这个剩余的资金的话呢 怎么样妥善去应用 这也是在你的这个营修的一个部分 那这也是你要去考虑的 你不能说我赚了很多钱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 我就用现金这样放着 对所有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利益关系人里面的 所谓股东 这个公司的所有人来讲的话呢 那你这就是不积极作为了 为什么把钱就放在那个地方 当然反过来讲 钱很多的时候呢 就很想到处投资 这个投资那个投资呢 所以很快我把钱用完了 所以公司可能就这样子 投资太多了 膨胀速度太快了 很快又倒闭了 所以没有钱要去找钱 有钱的时候呢 要去把这个钱呢 做最妥善的处理 简单来讲 这就是财务管理的一个目的 那你说企业需要财务管理 你个人需不需要 对啊 没钱的时候赶快去打工对不对 然后打完工赚了很多钱呢 就开始要去想要做什么事嘛 对不对 你要去环岛旅行 你要去做什么都可以 或者你要再把钱呢 再来做其他的这个 找这个其他工具来投资 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或者你要把它消费掉也好啊 好那 基本上呢 我们在财务管理上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目的 大概就有两个 两种的这个很重要的决策要做的 第一个的话呢 就叫这个投资决策 investment的这个 decision 那或者我们又叫做这个 capital budgeting 就是稍后我们会讲的这个部分 就是当我有钱的时候呢 我要把钱怎么样子好好去应用 那因为是capital 所以讲的是比较长期的 我们就不是讲短期的这个资金的运用 我们讲的是比较长期的一个 这个资本的一个使用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要筹钱 对不对 好所以要筹钱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financing的一个 decision 就是你要去融资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他又牵扯到就是说资本结构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我们的企业组织里面 那我们自己出的钱的比率 跟这个外面举债来的这个比率的话呢 是多少 好所以我们讲这个叫资本结构 所以在这个决策 在财务管理上 我们大概就是要做这两个 做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决策 一个就是你要做投资 怎么把钱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运用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决定说 那我的钱呢 应该是怎么样子 多大的一个比率 来自我们自己内部 那多少的比率来自外部 做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可能就想了 我们自己的钱 就用自己的钱投资就好嘛 反正赚钱我们就自己赚了 为什么要去给别人赚 对不对 好如果我去外面举债的话呢 那大家知道说 从这个财报的观念里面 你一定要先还利息嘛 那所以我赚的钱 一定要先还给这个债权人 如果我都不举债的话呢 那不是钱都是归我们自己所有嘛 那为什么要去举债 我常常跟很多农民讲说 你这是这么好赚啊 这不是经营的这么好 那这个企业要永续经营啊 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呢 将来就是公司化 然后要上市柜这样子 他们都会讲说 因为农业基本上 农民来讲的话呢 是可以免缴所得税嘛 所以他们都会说 那个17%的那个因所税的话 是蛮高的 我现在已经赚很多了 我为什么要去不难谈 要不给人家来赚这样子 就是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到底需不需要呢 这是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好那投资决策跟这个融资决策 基本上是分开 当你在考虑投资决策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想 我的钱从哪里来 你不要去想说 先想说这个决策 这个方案呢 这个方案很赚钱 你就先想这个方案很赚钱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去想说 那我钱怎么办 钱怎么办 那是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你只要先把那个 可以赚钱的方案找出来 你先把可以赚钱的那个方案 投资决策先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你再去考虑 我有哪一些可以去做融资的方案 好所以这两个决策 基本上呢 你就分开来做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说 这所有的计划呢 大概都做不下去 那当然在我们财务上面 最重要的资料 就是我们的财务报表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讲财务报表 那就帮大家再复习一下 大一的会计学 那会计学一开始不是告诉大家吗 我们会计原则是什么 GAP对不对 一般会计准则 然后现在的跨国公司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什么 国际的财务标准 财务报表的一个标准 就是如何把国际的财务 国外的这些子公司的话呢 跟文母公司的财务报表的话呢 可以做结合 那这个是美国他的两个参众议员 提出来的一个法案 就变成是美国的这个会计则里面的一部分 这是因应安农 大家知道安农这家钢铁公司 因为会计师签证的话呢 跟他们一起造假 所以就把这家 这家其实经营不是很好的一个公司的话呢 那财务报表去美化之后 还是继续在这个市场上的话呢 去得到很多投资人的一个认同 那最后这家公司呢 其实是几乎是濒临破产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话呢 就新定了这样的一个法案 来要求呢 这个所有的签证会计师 他们必须要承担同样的一个责任 就是如果他们在签证这个财报的时候 如果是协助这个企业经营者的话呢 去做一些侵卖消费者的行为的话呢 他们要去承担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责任 那这是另外的 在为这个美国的话呢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会计准则 好那我们讲有三个 其实在我们的财报上面 会计上面的 会计学上面有介绍四个报表 对不对 还记得哪四个 四个重要的财务报表 大家的同学应该还记得嘛 对不对 你才刚念过 大三的话可以忘记了 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但是至少三个表你不能忘记 对不对 那三个表你不能忘 现金流量表 资产负债表 准益表 是不是 好这三个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最常用到的表 当然最常用的基本上 通常对一个企业来讲 我们会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先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 基本上呢 我们说他就是照相机 他就在这一个瞬间 把这个公司的这个企业呢 他的资产跟负债的一个情况呢 把它列出来 好那我们在资产负债的排列上呢 我们有根据流动性来做排列 所以我们有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流动负债 然后长期负债 好 那利用这个报表的话呢 在这个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差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进营运资金的这样这个资本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计的一个方程 这个横等式呢 就是资产的负债加股东权益 好 所以资产负债表的左边 他代表的是 所有可以去帮公司创造 未来营收的这些 这些有形无形的这些 这些身材的一个器具 然后他的右边的话呢 呈现的是 这些资产怎么样取得的 这边取得当然有股东 这我们自己内部资金的一个部分 负债我们去外面取债来的一个部分 所以负债跟股东权益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在做融资决策的时候 那这个比率你到底要放多少 你到底要放多少 你可以完全没有负债 那全部是股东权益 那你也可以什么 全部都负债没有股东权益 对不对 好 就是股东权益只有一块钱 那其他负债99块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是不是 你就全部都是举债来 可能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 在金融海啸的时候的那些公司 金融海啸时候的那些 出问题的那些 那些的这个金融机构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他的这个股东权益是非常低 然后其实大部分的都是负债 所以他们借钱来 然后再去 再去这个 买其他的这个资产进来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赚钱 好那这是资产负债表 里面我们看到流动资产呢 现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有价证券存货 还有这个预付 prepaid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都是我们在流动资产的部分 那这边讲的存货 我们特别针对农产品来讲 农产品的存货呢 是哪些 包括资产的部分 对不对 你买了还没有用的这个 肥料啊 还有这个还没有用的农药啊 这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存货的部分 那你还没有卖出去的农产品呢 那他当然就是在存货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固定资产呢 当然就是 这个固定的设备啊 车辆啊建筑物啊 无形资产里面就像商标 就像商标的话呢 或者你去加盟的这个加盟 他是属于无形资产 那但是他还是固定资产的一个部分 或者你有去买保险 比如说我们农业的话 我们有农业保险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固定资产 就是你买的是比较长期的这个农业保险的话 那他就是在资产里面 所以为什么政府要去鼓励说 我们应该要去买农业保险 而不是说你都要依赖政府的一个现金救助 或者是低利贷款 当天然在发生的时候 你有这个保险 那你去呈现给这个 你要去跟银行贷款的时候 大家看到 你还有这个什么自己风险承担自己风险管理 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 也就是当你碰到什么样子的这个天灾的时候 損害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 保险来帮你承担部分的一个风险 所以当然在风险管理上 相对你是风险比较小的企业 他当然愿意给你这个 给你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借贷的一个行为 好那 对我们农业来讲 还有什么固定资产 我们的树果树对不对 它是很多年生的 它不是一年生的 所以它还是继续长在那个地方 那它对我们来讲 当然它就是属于固定资产的一个部分 好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租的部分呢 还记得那个什么 对不对 总公租总母租呢 它当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固定资产的部分 因为你不会 它不会一年就淘汰掉 它会有大概有三五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要把它列定在 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部分 可是如果是要肥育的小猪呢 我们讲那个宰猪肥育猪的那个部分呢 它就会是在我们的存货的那一个部分 因为它可能很快 它就要卖掉了 它可能这个涨到110公斤 120公斤 我们就可以把它出售 所以在计算报表的 在做这个资产负债表 我们还没有还没有销售 那在这个还在养的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把它当做存货来看 那负债有哪一些呢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薪税 应付利息 然后还有应付的税 是不是欠政府的税的话呢 也都会是在流动负债的这个部分 那长期负债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有发行公司在的话呢 它大概都是三五年以上的时间 三年五年七年这样的时间 所以它是长期负债的部分 然后跟银行呢 比较长期的一个借款 那土地租约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列为是长期负债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列成一个长期负债 所以对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清农 或者政府要鼓励 这个比较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或者要扩大经营规模 我们会去承租很多土地的话呢 这个所有这个承租的土地的话呢 它都会把它算在长期负债 当然这前提是什么 你签的土地租约它是长期的 十年二十年这样子的 那如果是一年一签的话呢 那当然它还是变成是一个流动负债 这个流动负债的概念 所以我们讲土地租约 基本上它应该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比较长期这个租约的一个方式 好那 当然我们讲前面看到一个prepaid 对不对 预付 预付的话是一个资产 你身上有没有预付的资产 你现在身上有没有预付的资产 就你付了然后你之前已经付钱了 所以你随时可以把它拿来使用的 你的iCat 你那个又有卡对不对 又有卡叫什么 easy卡 你的easy卡是不是就是一个prepaid 它就是一个prepaid 那所以如果你去加盟什么健身房的那种会员 那种会员的费用呢 那也是一个prepaid的一个概念 那也是一个预付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不断的去使用那些器材 这是对你来讲那是预付 可是对于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easy卡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 对这个消费者来讲 它是一个资产 可是对这个悠悠卡公司来讲呢 他收的每一笔现金是什么 那是他的负债 那是他的负债 那可是我们很多公司的话呢 后来都经营不散 就像很多健身房 不是后来都倒闭吗 他成长速度非常快 然后会员收了很多 可是后来他就宣称倒闭了 所以他的资金周转不灵 为什么 因为他收会员会的时候 他觉得收到很多现金 所以他就觉得我的营业额非常高 所以他就觉得我赚了好多钱 然后就把这些钱呢 现金非常多 刚记得嘛 钱很多的时候就要想 怎么样去花钱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扩张 他的这个业务 那可是不要忘记 收了很多钱的同时是什么 当你的资产现金增加的时候 其实你的负债呢 也是增加的 所以你会有一个什么 应付的一个责任不是吗 所以你现金增加 你的资产现金增加 其实在你的负债的同一边 你是增加的 你应该对你会员提供的服务 所以并没有说 你真的是这个营修很好 这是可本提供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那当然我们讲资产负债表 一定要什么 两年以上 一般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公开的这个 公开的这个财报资料里面的话 所有上市的这个 上到教育所这些公司的话 上市公司的话 他的财报公布的时候 都要公布五年 都要公布五年 因为如果只看到这一年资料 事实上我不知道说 那他前一年怎么样 他更前一年是什么样子 所以至少要提供五年的资料 能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你现在只看到说 对啊 这一年的话呢 他的这个资产是这么多 那他的负债是这么多而已 其他人就看不到了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同学 在股东权益的地方有什么 通常我们有普通股 对不对 有普通股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能还有特别股的部分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什么 保留盈余 还有保留盈余的部分 所以公司只要是赚钱的话呢 没有分配出去的盈余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保留盈余 就放在保留盈余 所以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股东权益增加的时候 当然相对你的资产呢 应该也是同样的要增加的 他也同时增加 所以当我们在看 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你看到资产 为什么要做很多年的比较 你看到资产增加 你要去知道 你的资产增加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股东权益的增加呢 还是来自负债增加 你去借了很多钱 你也可以买很多的资产啦 那可是如果说你的资产增加 可是通通跑到哪里去 保留盈余的增加 那这当然 这个企业呢 他是经营的是 税上率的话呢 是比较好的 经营状况是比较好 那当然他也有比较 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是我们在解读 这个资产负债表需要留意的 然后损益表的话呢 income statement 那相对刚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是拍照的概念 那损益表呢 他就像录影记一样 他在讲一段时间 那这里面我们要呈现的 当然就是你的营收 你的生产费用 跟最后的一个所谓净利 或者存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费用的话呢 我们大概最主要要区分 是有所谓的现金的费用 还有非现金的一个费用 那另外就是利息费用 跟生产费用的一个区隔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那损益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净利的话呢 最后的这个存益的话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分配出去 是分配给股东呢 还是留在公司内部 就刚刚我们讲的保留盈余的一个部分 好 那收入的话呢 这边就包括出售劳务 出售这个商品的话呢 都是我们收入的部分 好 那政府补助的部分 有很多的这个像农会的话 可能都会去跟政府申请计划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一些补助费 那这些补助费的话呢 就是放在当作他的这个收入 这样子来看 好 可以把它列为是其他收入了 就不是本业的收入 而是业外的收入这样来看待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有个 消货成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用存货的变动来计算 好 因为存货的那个部分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列举说 他真正的支出是多少 好 所以我们用消货成本的概念来计算 好 那营业费用的话呢 大概就是任何你可想得到的这些费用嘛 好 那最重要的非现金支出的部分 就我们讲折旧 好 对这个固定资产 有型的固定资产的话呢 那我们就在使用期限来分摊的费用 就叫做折旧 好 所以它是一个非现金的一个支出 那如果是非固定资产 譬如说商标权 譬如说这个著作权 譬如说专利的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摊销 那我们就用摊销这个项目的话呢 来摊提呢 它的这个当时取得的这些费用 这是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損益表上面的 两个非现金的一个支出 那为什么要加这两个项目 所有费用现金支出就好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考虑折旧跟摊销这样的概念 为什么 没有想过 好 那我们可以看这边 这是一个这个损益表 对不对 通常我们大概就是用直列式的方式的话呢 那你就是收入减掉你的销活成本 得到的是你的这个毛利 然后再减掉你的营业费用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大概一般会把利息费用把它拆出来 然后就是说先还掉 先还掉这个债权 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利息费用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再去算这个所得税 所以所有欠员工的原料的供应商这些 我们都把钱还完了 就我们赚的钱先把这些还完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还利息我们的这个债权人的这个部分 再来就欠政府的就还完了 所以我们叫最后是净利 是股东 公司所有人的话呢 他可以去在这个营秀部分 他能够去取得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大概用利息费用会把它拆开 因为营业费用是跟你的经营能力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去看 这个大家 这个费用支出的部分其实都一样 利息呢 如果你没有融资 当然就没有利息这个项目 所以他跟你的经营能力 事实上是没关系 而是跟你的资本结构有关系 所以通常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厘清 做这样一个厘清 所以虽然你的净利相对是少 你的净利相对是少 可是呢 你的利息费用来自很多的话 那你的这个业务费用的话呢 相对比你的同业来的少 还是表示说你的经营能力是OK的 然后你相对在经营 你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投入上面的一个使用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比你的同业创造出比较多的一个 这个毛利出来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拆解 不过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会计报表上面 这个顺利表上面的话呢 我们是把利息费用当作营业费用 所以是没有特别拆解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去找这个利息费用的话呢 你又要到营业费用的那个项目里面去找 好那回到刚刚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折旧这个项目呢 它不是现金支出 但是我们一定都会提列这个项目 为什么 因为它是费用的话 是不是加了这个 你如果不加折旧的话呢 你的经历是不是会多一些 你加上 你加上折旧的时候呢 你的经历就会少一些对不对 你就少赚一些钱 那所以某种程度上 它是不是一直在盯着你说 其实你所有的固定资产都是要更新 都是要替换的 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折旧考虑进来的话 你就没有考虑到 它每一年使用的一个费用 你就没有很精准的计算到 你真正的经历是多少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折旧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把它放进来 所以任何的固定资产的话呢 你大概第一个你就要想 它有没有提列折旧 它有没有提列折旧 所以你也知道说 那净利的话是不是一个现金的概念 营收是现金的概念 对不对 那折旧它不是现金的概念 那所以净利呢 当然也就不是现金的概念 所以大家先把这个观念的话呢 再把它记清楚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现金流量表 对不对 你的净利不是代表你所有的现金 你的现金出现在哪里 这所谓的报表里面会出现现金的话 只有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里面有一个现金 所以你公司的现金有多少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好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你的这个 当你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在用不同期间的比较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看到 那我的现金的一个变动 我去年现金是100块 我今年现金变成200块 那这100块怎么来的 你是不是要一个很好的说明 是不是借来的 还是真的是我们自己赚来的 还是借来的 是不是 所以现金流量表的概念的话呢 当然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看我们的这个现金的话呢 主要从什么地方来 那一般我们大概讲Cash Flow 这边应该讲Cash In Flow 流入现金跟Cash Out Flow流出的一个现金 所以很简单来讲 现金流量呢 它只是一个统称 所以你的现金流量包括有流进流出 你通通要考虑到 你通通要考虑到 所以现金流量表基本上呢 它在解释的是 去年年底的这个资产负债表上面的现金 跟今年的资产负债表的现金 这一整年它是怎么样变动的 要把这个讲清楚 那当然这个现金流量表 我们会讲说 期初的现金流量 现金跟期末的现金 这中间的变化 可是期初的现金是什么 是去年年底的那一个现金 所以就把它倒过来只差一天 它就变成我们年初的现金流 就变成今年的现金 好那现金会来自什么地方 营业 来自投资 来自融资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是什么 现金增加是前借来的 那投资的话呢 可能是变卖我们的固定资产的一个部分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拿去买 其他的这些有价证券的部分 这是属于投资活动的部分 营业呢 当然就跟我们的本业有关系了 就跟我们本业有关系 所以你会希望我们的现金都来自哪里 当然来自营业 对不对 那如果本业都不强 其他的都是靠买卖土地的话呢 这家公司还叫公司吗 就你挂的那个名字 跟本业都已经不相关了 挂羊头卖狗肉的话 那这家公司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你就直接去换一个 就去更改一下 对不对 营业内容就好了嘛 那你觉得很好笑吗 也不会啊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就是这样子啊 他的本业呢 就本业 譬如说台糖 台糖应该做什么 做糖嘛 可是他现在都在做什么 他已经没做什么糖了 因为我们生产成本比较高 所以他当然还是有跟一些农民在一起做糖 然后其实更多的糖呢 是从国外进口原料进来卖的 分装以下再卖掉 然后他不是在养猪吗 所以安心猪台糖的猪嘛 所以他养很多猪 所以以前养猪大概没什么问题 因为有那个糖渣 那个炸糖之后剩下来的那些甘蔗渣 所以他去喂猪好像也还蛮有道理的 然后他做兰花 然后后来他不是开了一个什么 秘林吗 是吗 秘林就那个一个超市 一个超市 是不是 就做这个 然后他也做沙拉油 台糖沙拉油 大家知道吧 可是你会想他为什么可以做沙拉油 他又没有种大豆 所以如果你再回去查资料 在那个那些那个 有问题的这个油里面的话呢 那个代工的过程里面呢 台糖也是钱加代工的 所以你也不用怀疑 就是他有沙拉油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其实更多钱呢 从哪里来 就是他原来台糖的本业之外 当然他会说我要多角化经营 所以我就做这些事情 可是他其实很多的收入来自他的业外收入 什么叫业外收入 就是把土地卖掉 叫业外收入 就是中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就一直在卖土地 他是台湾第一大地主 然后我们是第二大 均次与台糖 这是现金流量表 好那拿到这个报表的话呢 我们当然就要做分析 那我们的分析主要做什么 我们大概就是做比率分析 那基本上大概我们讲的 两个最主要的这个比较方式 可以把报表呢 把它换算成什么 同一个报表 然后我们通通把所有数据除上 这个营销销售的话呢 这个报表上变化成百分比 同一个报表上面 所有的数据是 以Sales当作分母的这样子一个比率来计算 这是标准化的一个报表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更常讲的就是 财务比率的一个概念 就是财务比率 就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损益表啦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些数字的话呢 我们来计算 计算五大类的一个 五大类的这样子一个比率 从这些比率里面的话呢 刚刚不是讲了吗 那些报表基本上是一个data 当你把它分成这个财务报表的时候 帮它做成财务比率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是一个information 它就变成一个information 那比率的话呢 因为这些数字都是钱的概念 对不对 它的单位都是钱 相处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百分比 它变成是倍数的这样一个概念 它就不受到单位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就可以相对客观的在数字上来做比较 好那我们讲的五大类的这个比率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看它短期常债能力 或者我们叫流动比率 第二个的话呢 看它长期的一个能力 或者就是叫做杠杠比率 第三类的话呢 是属于资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 资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比率 或者叫周转率 就是看它的这个资产的运用的一个效率 第四大类的话呢 叫获利比率 就是它真正的这个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比率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话呢 那它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报表上面的一个价值 跟市场价值的话呢 这样的一个差额 我们叫市场价值的一个比率 就是公司经营情况也很好啊 可是市场上人家都不想买你的股票 因为市场上的这个股票的一个价格 那叫市价 那账面的这个普通股的这个价值的话呢 它是一个账面价值 那所以它的账面价值的话呢 就根据这个所有的这个财报上面的一个数字来呈现 可是市场上因为供需不一样 所以产生出来的市场价格 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报表上面的一个账面价值 那所以同样的公司 A公司B公司 我们都经营同样的一个业务 我们的营修也一样 可是人家都买A公司就不买B公司 为什么 所以A公司的股票就相对是很高 人家的股票是50块 那我们的股票呢 还在10块钱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市场价值比率是为什么 就看这样的一个比率 那我们是不是跟人家差很多 那为什么市场对我们这家公司呢 这么不看好 其实一样赚钱啊 为什么人家都觉得你不太好 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这些 评估这家公司 通通都是从财务 这些财务报表上面的资讯来看 那其实你还漏掉很多 财务报表没办法呈现什么 你有很棒的总经理 你有很棒的经营团队 你有很棒的研发 都没有在这个报表上来呈现 所以市场上对A公司的肯定比较高 可能因为A公司有这一些 有这一些资讯 所以人家觉得说你这家公司 可能长期将来的那个爆发力是比较好的 B公司你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可能可以跟他做的一样 可是三五年之后呢 你可能相对你的速度就会比较差了 所以人家会对你产生这个相对来讲 给你的市场评价就会比较低 所以随后我们就看这个市场价格 价值比率的这样子 就看这五大类 就看五大类 但是这些比率的话呢 统计学上最喜欢讲一句话是什么 数字不会骗人对不对 都是谁在骗人 对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但是呢用数字人是会骗人的 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个数字拿出来呢 这每个人是不是各自解读不一样 每个人都自己觉得 我看一很好 你觉得一不够好 你要二才好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分析的一个原则 拿来使用所有的一个原则 所以基本讲 大概可以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同一个时间你要跟横向比较 跟你的同页来做比较 然后另外一个是纵向比较 自己跟自己比 我自己跟我自己来讲 过去来讲 我有没有进步 所以一个是横向跟其他同业来比 一个是纵向跟自己的过去来比 另外一个呢 设定我未来的目标 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一直在成长 那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什么 我希望未来走到哪里 这不是我们策略馆里面讲的Vision吗 我希望我的这个 未来的这些所有的指标 这些财务比率的话呢 我可以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大概就是 这个三个使用的一个原则 好 那这个比例的 比较分析的一个原则 当然也很适用在自己的身上 对不对 自己的成绩跟自己比 不是吗 先跟自己过去比嘛 过去这个从大一大二到现在 是不是有越来越进步了 这就跟自己比嘛 好 再来呢 要跟同学比呢 跟哪个同学比 跟全班平均值比就好了 对不对 好 不用去特定找谁比 好 然后你自己毕业的需要多少 我记得刚才学的时候不是叫他写一个目标吗 好 大家都说这学期要成绩要什么 A啊 或者是什么 这就是你自己设定的目标 好 这是三个报表 还有财务比例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深入去讲了 这是假设这个财务报表的部分 你在会计学过 那财务比例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能在农业金融的课程里面的话呢 老师会再跟你提起 好 或者你去修财务管理的课 你可以在里面的话呢 再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还稍微带到融资的部分 我们带到融资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刚刚讲没有钱的时候 不是就要去想办法筹钱吗 所以筹钱的话呢 有短期融资 有长期融资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页我们先看到的是 短期资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部分 那短期的话呢 其实真正的这个经营 常常讲周转不灵 就是在什么 短期资金的这个管理上面的话呢 这个管理的不好 才有所谓的这个资金周转不灵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短期的话 你是不是就面对 你有所谓流动负债 你有很多的应付 应付的薪水 应付的利息 应付的这些费用 这是又要付的 那你的这个 你的相对应的 你当然不可能留很多的现金 你不可能说为了要付薪水 为了要付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维持了一笔这个现金的话呢 在手上 然后就 就要准备去应付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应付账款 这些应付的费用 它可能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所以你在现金管理上面的话呢 你是不是把它做到说 当我要付钱的时候 我就是有现金去应付就好了 你不用说 我一直保有的一大笔 我这个月要付薪水 要付什么的话 我要一百万所以我就从月初就开始放一百万 然后每次要用的时候 我就把它付出去付出去就好了 然后每个月初我就准备一百万 你想说这一百万的话呢 其实这样子分摊下来 搞不好我每天只要维持十万就好了 我可能每天就是维持这个二十万 那就可以应付这些的需要 每天维持一百万跟维持二十万 对这个公司来讲就有多大的差别 我只要每天维持二十万的现金 所以另外八十万拿去做什么 再去小小投资一下 对不对 好那如果是一百万呢 你就放在那边就是固定就是不能动 可是如果我每天只要维持二十万 那我另外还有八十万它是什么 就我们讲的是活钱 它是可以去做其他运用的 它有这样子一个 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效果存在 所以这个短期的这个资金的一个使用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企业来讲 它就是非常重要 好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资金管理的一个目的的话呢 但确保你的流动性 对你要付 你要还钱的时候你要还 还有需要是做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 我可以空出八十万出来 我八十万我还可以再做一些收益 额外的一些收益 这是很重要的 就算钱少少的 但是还是呢 相对可能就是那少少的一点点的收益 我就比其他 其他的同业的话呢 我就胜出了 好那我们的融资来源有什么 譬如说信用额度 就是可以跟银行 好去签一个 好去签一个这样的一个额度 你只要在一百万之内 然后我 我可以借到一百万 我不需要用到一百万 我就是借二十万 借三十万都没关系 我有钱的话呢 我就随时去还 好那这个利息的 这个费用相对大就可以节省了 好那或者呢 你就去做这个无担保的一个放款 就是银行对你是无担保 所以当然他利息可能高一点 可是他期间就比较短一点 好再来你可以 跟这个银行来申请开商业本票 好就是你们公司 以公司名义开出去的本票 好这样叫商业本票 然后可是通常 你需要一个银行帮你背书 好所以这个商业本票的话呢 就是公司的一个支票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那但是有银行帮你背书 好所以你只要去看 我们一般的银行的话呢 大概他们都有提供这样子 商业本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好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做抵押贷款 好那这个抵押贷款的话呢 就前面的是无担保贷款 就没有任何东西去担保的时候 当然他的利息就会比较高 期间也会给你比较短 好那你可以抵押贷款 就有些担保品的话呢 那个银行可能在利息的这个 收的利息的计算上呢 他会收的比较低 那这边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拿你的应收账款 你可以拿你的存货来当做抵押 好那拿你的这个应收账款的话呢 我们叫Factor Factor Accounts Receivable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应收账款不是 反正我会收到钱吗 所以我把它拿去给银行 反正钱就直接到银行去了 直接还你 反正我收了也是要进银行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 就把我的应收账款 跟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 来跟这个账款做一个连接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可以拿什么 存货 也可以拿存货来当做抵押 这是银行可以接受的 好那最下面一个讲这个 Peer-to-Peer的一个Landing 这是小额账款 那Peer是同财的概念嘛 所以就朋友跟朋友之间来借贷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可以看到后面这是两个网站 这Peer-to-Peer的这个Landing的话呢 基本上是网络上面还蛮新生的这样子 那当然他不是银行 只是说同财之间大家互相来借贷 可是如果你跟同学都借钱借了一轮之后呢 那个同学你都借过了 你要再借的话大概有点困难 所以你就要去找什么 找陌生人来借对不对 陌生人在哪里 透过网路上就可以找到陌生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Peer-to-Peer的这个Landing的话呢 在网路上已经就是 已经新生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政府也开始关注到这一点 开始在注意了 所以要去 就相关要去立法 因为 其实你不知道跟谁借 你也不知道你把钱借给谁了 就靠什么 这个平台来帮你 那这个平台呢 你设在台湾吗 不见得 不知道他设在什么地方 这个平台的这个 他的真正的一个设立的地点不知道 所以出了问题呢 其实是很困难去找的 所以政府开始关注到这一个 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去看一看 但是不要乱借 这个Peer-to-Peer的这样的一个借法 但是这个想法的话呢 这个想法 我们民间常常有所谓的这个什么 标绘 听过吧 你们这种年纪大家应该不知道吧 就标绘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有一个绘头 然后他就 这里面小学老师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尤其是校长太太 他就去把这个学校的老师找来 然后他就当会同 然后就说这个 一个单位的话呢 就10万块这样子 然后找20个人 然后就是20个月 所以20个人的话 他就募到这个200万 所以第一个月呢 200万他收 然后在下一个月的话呢 看谁需要钱 就是谁去 再去竞标那个利息这样子 然后就把那个利息扣掉 就把那个利息扣掉的话呢 去跟大家收这个钱 所以第一个月 所以你要缴10万 第二个月的话 利息就是千块的话 那你只要缴这个 你只要这个 9万9千块这样子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然后一直到最后 然后最后那个月呢 当然剩下一个人 他也不用竞标了 所以他又是什么 全收 他还是全收 所以有需要的钱 有需要的人的话呢 他就去参加每个月的这个竞标 所以这个利息就会标很高 这是自由市场嘛 因为你需要钱 所以你要标比较高的利息这样子 那如果你都不需要钱呢 那就等什么 最后通通大家都不要玩的 就剩下你 一样拿200万回来 可是风险在哪里 汇头倒了 就是汇头倒了 或中间有一个人不见了这样子 那你就没有办法 最后拿到这个200万这样 听说我们的原住民 他们其实还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叫民间互助会 民间互助会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他也蛮好的 真的蛮互助的 只要那个汇头还蛮有诚信的话 然后找着扣的人的话呢 也真的蛮有诚信的话 他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 短期融资的一个方式 好 下面的话呢 是你可以去投资的标的 我们刚刚讲你不是有剩余的钱吗 好 剩余的钱你可以去买政府的国库券 一年到期的政府的债券 你可以去买这个基金 买这个货币市场的一个基金 你可以去买商业本票 就是其他公司发行的商业本票 所以那个商业本票开出来之后 事实上是可以转的 就是可以在彼此的这个 譬如说我收到这张本票 那我欠我的这个供应箱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金额一样 我就可以把这个本票的话 转给我的供应箱 所以他是可以这样走转 所以当然它也可以变成一个 投资的一个工具 或者你买银行的这个 这个陈退的这个汇票 转让的定期存单 还有就是付买回 付买回的这样 付买卖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就是如果公司有债券的话呢 你可以短期的把你的债券呢 卖给这个券商 附带一个买回来的条件 或者是说你要跟券商买一个债券 可是付了一个要卖给券商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个叫付买回 它也是属于一个短期融资跟这个投资的一个方式 好 那长期的话呢 长期的话呢 大概是超过一年以上的一个时间的话 那长期的话呢 你第一个是考虑你创业期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问题 你创业期出的资金要从哪里来 这我们刚开始讲过 从你的朋友啊 你甚至从信用卡去借钱也都不为过 或者我们要靠你的天使啊 靠创投这些来 那再下来的话 应该是你长期永续成长的那一个部分 那那个部分最主要大概就是股票 就是靠你的股票公开上市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呢 可能就是花行公司债券 大家用这两个方式来做这个 长期融资 好 那这边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 你第一次要这个公开上市的话呢 我们叫做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简称IPO 那前不久不是有一个公司才公开上市吗 台湾高铁 它已经上市了 那其实你大概到经济日报去看 它大概都会有公布一个 就是哪些公司它准备要IPO 然后它会说你要申请的人的话呢 那你就把那个申请单填一填附上身份证 然后就寄去然后他们用抽签的 在台湾公开上市有几种方式 其中有一种就是像这样子 就寄身份证去 就寄身份证资本 然后就抽到的 它就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认这样子 那他们会需要有一个什么 这个辅导上市这样的一个卷项 来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一般我们讲说公司有普通股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去选这个 参加股东大会你可以选这个董事 然后进入这个董事会 选监察人这是普通股 有这样的选举跟被选举的一个权利 那优先股跟公司债的话呢 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优先股基本上它会确保你固定的这个 固定的这个股息 它会给你固定的一个股息 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保留盈余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中优先股市上还是要先分配出去的 然后剩下来我们才会去分配到 普通股的一个部分 所以公司债跟优先股 基本上我们会把它看为是类似的 类似的这种举债的 这种属于固定资产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 好那公开上市一般我们都是讲在什么 公司在哪里 是不是在自己国家上市 好所以你在自己国家的话呢 我们台湾在我们台湾上市 那我们的投资人大概就是这些人嘛 就是国内的这个投资人这样子 那会觉得这样的规模太小了 所以像台积电呢就觉得 我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那国内呢已经不足让我满 已经不能够满足我这个资金需求 我能不能才到其他国家去 好可是你在台湾已经上市了不是吗 好那你还到其他国家去 那你的股票呢 你能够上市的股票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你还要到其他国家去上市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需要其他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海外这个存拓凭证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DR DR的概念 那通常GDR就是海外 那可是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呢 就叫我们就叫ADR 那其他跑到台湾来的这个就叫TDR 因为在台湾嘛 是台湾的这个存拓凭证 好那所以像台积电的话呢 他就跑到美国去 他就跑到美国去 所以台积电呢就有一个ADR 就在美国的证教所呢在那边交易 那当然他会拿台湾的一部分的一个股票的话呢 重新包装之后到纽约证教所去 所以他就不是等同说台湾的股票 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 他是另外再去包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就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股一股的股票的概念 是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他可以透过这个ADR的话呢 就到美国去这个筹募呢 来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资金 那当然他也可以到什么 他也可以到英国去 英国的这个交易所 他可以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去 他可以到法国的巴黎去 这些都有证教所 那他就可以变成是什么 都用DR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因为戴纽约已经是一个大概 已经很标杆性的一个全球的这个证券交易所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大概就足够了 啊有没有人到台湾来发行的 TDR有吗 有啊 康师傅就是回来台湾发行的啊 因为他其实已经在香港发行了 所以他到台湾的话就用TDR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这个证教所上面去看的话呢 就有一些叫用这个 用这个TDR的概念来呈现的 他就是他们已经在其他的证教所来发行之后呢 才到台湾来发行 这时候就叫TDR 这一页大家看到 你想要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吗 你不会只想变成百万富翁吧 对不对 你大概希望变成Trinineur 这个赵裔富翁是不是 赵万富翁 那如何可以做到呢 下面这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1000块存6% 以年利来计算的话 以年利来计算 25年之后你就有多少 4291 所以这是复利的 复利的一个计算 但是6%呢 现在是不可能的 未来会不会有可能 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过去也曾经到了 10几%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率嘛 所以在你的有生之年 还是有希望的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互利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货币的时间价值 就你现在的 你现在身上的100块 套出来100块 你可以买到的东西 一年之后还可以买到100块钱的东西吗 不会吧 好 那更何况是203年以后 因为我们讲有所谓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个概念嘛 好 所以 今天的一块钱呢 绝对比未来的一块钱呢 是来得有价值 那为什么会有价值呢 因为这一块钱呢 今天这一块钱 你高兴花就花了 好 那可以买到的东西是你可以很确定的 你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明天的一块钱呢 他不知道剩下多少价值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 好 所以今天绝对是比较有价值 那 要你把这个一块钱存下来的话 今天不花 要存到明天花 存到一年之后花 那是不是相对要给你一些 补偿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把它存下来 好 所以如果在未来 在未来今天这一块钱 如果大家都不存下来 当然我们就没有所谓可以去做什么 投资这样的机会 因为大家都把它花光了 大家都把它花光了 都消费掉了 你就没有钱存下来 所以要鼓励大家存钱的话 是不是要确保大家一件事情 最重要基本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一块钱价值多少 明天还是给你同样的一个价值 十年二十年之后 它还是给你同样的价值 所以破壁时间价值的概念就在这个地方 要确保你今天的一块钱 跟未来的一块钱 它是要等值的 那所以要让它等值的话呢 就必须要用这个刚刚讲的 复利的一个概念来计算 好 那我们先定义 现值就是现在的这个 present value 今天来看 把时间当作一条数线来看的话 站在零 就是今天 那未来呢 就往数线的右边去移动 那就是未来 那过去的话呢 那就数线的左边去移动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就把它用一条线来看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交换呢 我们需要一个交换率 我们需要一个交换率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6%就是一个交换率 它就是一个交换率 那它可以当作是一个 所谓discount rate 它是一个折线的一个概念 它也是一个报酬率的一个概念 你从一个投资角度 它就是一个报酬率 从借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它就是一个资金成本 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利率的话呢 它是有不同样的概念 但是利率要包含哪些因素 怎么样一个利率叫合理 当你要求报酬的时候 这个刚刚讲的6% 或者是它要8% 到底几%才叫做是一个 它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利率呢 这里面要包含一些元素在里面 它包含一些元素 所以通常我们讲 有一个实质的利率 它确保的是 今天的一块钱 跟明天一块钱 本身实际上的价值是一样的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 借钱的是谁 它的信用风险 它的信用 它导账的几率很高 那我又要把这个信用 再把它加进去 信用的风险 credit risk 我把它加进来 再来呢 时间越长的话呢 时间越长 是不是我的流动性就越低 那同样我面对的风险越高 所以时间越长 我们说长期利率呢 它要比短期利率的话呢 这个利率要比较高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的话呢 也把它考虑进来 那所以这个利率本身的话呢 除了实质利率的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还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运算的时候 我们当然讲的是明目利率 可是我们在讲真正的这个利率的话呢 在真的转换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之下 那个转换率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实质利率的概念 实质利率概念 但是跟不同的人借钱 时间长短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把其他因素加进来 甚至你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就会产生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所谓明目利率 所以讲利率的话呢 讲一个interest rate 你就要想你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是从哪个角度 那它基本上一个很基础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跨期时间的一个交换率 它是跨期时间的一个交换率 好 那所以刚刚的一个负利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 用这个公式来看 未来值呢 就是限值负利的一个结果 因为是限值 把这个本金跟利息的话呢 把它一直不断地在一直利滚利 本金利息一直不断地在存进来 在存进来计算 所以这是一个负利的一个概念叫compound 那所以同样的这个公式倒过来的话呢 你要算present value是不是就把future value 除上什么 1加i的t次方 fb除上1加i的t次方 那这样你就可以得到限值 好 所以把它倒过来算 把未来值算成限值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折限 discount rate 这个过程就叫折限 所以那个利率i的话呢 在这边就会变成是 discount rate 折限率 可是当你在算未来值的时候i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个报酬率的概念 好 因为我现在不消费 那我要等到未来去消费 所以我要等的是什么 未来的一个报酬 所以你可以从 这个报酬率的角度来看这个interest rate 好 那刚刚讲的只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变动 那我们在做投资计划的时候呢 这个投资计划会带给我们的报酬 它可能每一年都有报酬 好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年金的概念 annuity的一个概念 那每一年都会有现金流量 每一年在定期定额的这个现金流量的话呢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金流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年金 annuity 事实上这个现金流量不一定要定额 不一定要定额 但是它就是会每一年都有一笔钱进来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年金 把它叫年金 但是为了我们方便的计算 我们就假设说这个年金是固定的 我们假设它是固定的 但是你的这个现金收入的话呢 现金支出或收入都可以 因为我们叫现金流量 cash flow 所以它可能是in flow 它也可能是outflow不一定 好 那这个给付的时间 这给付的时间 如果在期末给付 我们就叫普通年金 好 我们把它叫ordinary annuity 也就是说既然叫普通 也就是最常发生的都是什么 发生在期末的 那期初的话呢 叫annuity due 就期首年金 那个付现金的话呢 是在期初来付这样子 那还有一种叫永久年金 就是这个现金流的话呢 它会一直到永远 好 to infinity 一直没有结束这样子 好这就是一个永久年金 那你就问啊 年金有没有例子 刚刚讲变成百万富翁的那个例子 每一年都要存多少 存个1000块 存25年 这是不是一个年金 可是它是什么 付出去对不对 它是付出去的概念嘛 所以你每年固定每一年 每年的12月31号 你就存一笔钱 就存个1000块 存25年 然后到25买 25年的时候 你就会达到多少 4000多块 所以它就是一个年金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年金的概念 只是说 这时候你会关心的说 我存了这1000块 我存这1000块 到期末的时候 那是 那个时候的4000多块 它是什么 它是那时候的价值 那时候的价值 对不对 那可是同样的那个4000块 对今天来讲呢 它会是多少钱 你就变成要再缓算回来 换到现在时间等零的 这样的一个时候 好 那有没有什么 起手年金的例子 有没有起手年金的例子 你们有买学生平安保险吧 你们平安保险什么时候交的 学期初就要交 还是发生事故在交 就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保费好了 健保费都什么时候交 健保费其实就是一个年金 对不对 因为你要缴固定的钱嘛 那你什么时候交 你薪水的时候就要交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起初的概念 就说保险金是你要先缴之后 我才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对不对 所以这个保险费 你是你先缴之后 我才开始 在你缴了之后 就开始保障你的一个安全 所以它是一个 起手年金的一个概念 你一定要先缴 那你就一直缴一直缴 一直这样缴这样子 可是储蓄的话呢 你自己要存钱 你可以选择是期初存 你也可以选择期末存 那比如说 如果同学借这个学贷的话呢 那借着这个学生贷款 那什么时候还钱 毕业以后才还吧 我们现在给的是比较快 是毕业以后开始还 那就是你在学习中 如果要还的话 你什么时候开始还 借钱的第一天不用还吧 借了钱以后才开始算利息 借了钱以后才开始算利息 所以像这种房屋贷款 汽车贷款 这个都是你借了钱之后呢 它才会开始要去还本金 或者还利息 所以它就是一个 普通年金的概念 因为你每一次还的钱 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普通年金 那有没有元九年金的例子 有这么好 可以这样子 不管 应该说如果一直收钱的话 那就好对不对 有那个要一直付钱的 有没有 有啊 养小孩就是啊 对不对 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付钱 一直付钱 要付到什么时候 付到 你看 娶小孩的时候 结婚生子的时候 也都要帮他付钱 买房子要帮他付钱 买车子要帮他付钱 当爸妈的就是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 你们很懂得回馈呢 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年金 对不对 有现金收入 从开始赚钱 就开始一直回馈爸妈 这对爸妈就是一个好的 回一直到永远 有没有 好 这是棋手年金的一个差别 棋手年金跟普通年金的一个比较 那当然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算这个 在我们折现或互利的过程上面 其实他们会差到一起 会差到一起 就是普通年金的话 因为是在期末发生 所以他的这个计算的期数 会少于期 好 那我们计算年金 刚刚讲过 年金可以去考虑他的未来值 也考虑他的限值 那我们现在讲 如果我每一年都存个100块 三年之后的这个年金的未来值 是多少 所以我期末这是一个普通年金 所以我们期末开始存 所以第一年的期末 第二年的期末到第三年 那总共有多少年 所以你会觉得是300块 是不是 是300块 可是因为是算未来值 你需要去算负利 好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年金呢 有331块 就是利息是10%的时候 有331块 这是普通年金的公式 就是我们用几何集数的方式 我们来计算 用几何集数的方式 我们来计算 那限值的话呢 我未来每一年都存100块 那我把它算成限值 我把它则限制成限值 所以限值就是248.69元 所以我常常就会举例说 如果说有个同学跟你讲说 你现在借我300块 以后每一年我还你100块 好不好 很公平啊 对不对 好朋友 所以不要算利息嘛 所以你借我 你现在借我300块 未来每一年我就还你100块 就加起来还是300块 好朋友不要算利息 对不对 我们要讲情义 只有义气嘛 兄弟之间只有义气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你把它 未来的100块 责成现金值有多少 248.69元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义气一点的话 借多少钱给他 你真的义气一点的话 就借250好了 对不对 好 那除非说 好 你真的是 你们是文景之交 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个 这是 这个 为了这个兄弟 两肋插刀 所以你就借 含内借给他300块 不然的话 你都借多少 248.69元 这是 我们讲这个 年金的限值的一个概念 所以 以后是不是跟你爸妈 借钱的时候 那个压税钱存起来 也是要这样要吗 不要这样子 好 这是年金的限值 刚刚有 这个未来值限值的公式 那当然 就是用几何集数的概念来算 好 你可以用Excel算就好了 好 这我刚刚讲说 为什么你要带电脑来 如果你手边 现在有电脑的话 等一下你就可以使用 在Excel里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这些财务的公式 就可以直接计算 好 那这个公式里面的话呢 你算年金的未来值 好 你就找到这个未来值 这个公式的话 然后你要填上你的利率 这个利率叫年利率 你一定要用年利率 好 那期数对应的 就以年来计算 好 那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PMP是100 好 所以你就用100带进去 没有限值 所以你就带零 Type的话呢 就是它是起手年金 还是这个普通年金 你可以不用去打 如果你没有特别指定的话呢 它就帮你当零计算 也是当普通年金 可是如果你是起手年金的话呢 你一定要打1 你就打1上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年金的一个未来值 那你会问说 那个PMT为什么要当100 如果PMT你不打负100的话呢 那它就会负331 所以没什么关系 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它的一个计算 那算限值的话呢 你就找到限值的一个公式 你就找到限值的一个公式 好 那你要记得 这个利率的话呢 基本上 一般我们在财务上 我们讲利率都是讲年利率 我们都是讲年利率 那所以对应的期 对应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用年为单位 就以年为单位 所以当你把年利率换成半年率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0.1除上2 就变成0.05 就是半年率 那所以这时期数呢 就要变成6期 就要变成6期 那如果你在办成这个记利率的话呢 那你就除上4 那这时候期数呢 就会变成12期 所以利率跟期数呢 这个地方的对照呢 是要一致的 年利率 那你期间就用年 你要半年利率的话 你就用这个半年率来计算 那你可以试算一下 你可以试算一下 你把这个互利的期间缩短 你把互利的期间缩短的话呢 那他整个这个年金的这个未来时的话呢 他的金额是会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互利越频繁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金额是相对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公式的话呢 把他取极限 取limit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是指数的公式出现 就变成指数连续的再互利 所以这也是常跟同学讲 如果你有钱要存银行 那你就存什么样的银行 像邮局是半年算一次利息 对不对 那有些银行的话 有些外商 他为了要去抢这个银行客户的话呢 他会说我是什么 一个月就算一次利息 所以这个互利的话呢 就会比你快乐 就六次嘛 你六个月才算一次 那他每个月就算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讲 那你的这个存款互利的话呢 就会比较多 好 所以永久年金是什么 像土地 土地的话呢 这个土地你永远都可以在这个土地上来生产 所以他基本上 他每一年带给你的产值的话呢 带给你的生产的这些作物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这个固定支付的一个 现金的一个部分 只是说 当然每一年的这个支付的金额是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把它简化 每一年都是同样的一个报酬率的话呢 永久年金 就你把它这个公式的话呢 把它取到limit的话 他当然可以缩减到什么 固定的支付金额除上利率 好 你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所以 你可以算 好 像我们种水稻的话呢 一年的净收入如果是10万 然后现在的利率是2%的话 那土地价值只有多少 10万除上0.02 50万吗 一公顷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如果我拿去开一个商场的话呢 我租给人家开商场 那商场营业额一年是1亿的话 1亿除上0.02 那土地的价值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个土地 它有不同的目的的话呢 那它的土地价值就不一样 最主要是因为产值不同 因为它的产值不同 好 所以土地 农业用地 当然土地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你的产值 绝对比不上商业用途的 这样的一个产值 好 这是永久年金的一个公式 好 这是 但是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 年利率是2%的话 那我们把它用月来计算 帮你算好了 你一个月存100块 利率是2% 假设这是真的话 你存30年你可以存多少钱 30年以后你每个月存100块 还是可以存到将近5万块 也还好啦 不知道5万块到时候 可以买一瓶养乐多吗 好 不晓得 如果你存1万5的话呢 如果你现在一个月就存1万5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好 存1万就好 还是5000就好 好 我们存5000就好 好 存5000的话呢 30年你也可以存到将近250万 30年以后你几岁了 退休了吧 好 所以可以拿一笔250万的退休金 好 所以当你现在开始工作 你只要打工有钱的话呢 强迫自己每个月存个5000块 虽然利率很低 但是还是可以存到什么 30年退休还有一笔小小的财富 好 那这个是倒过来算 倒过来算奇数 就是你如果要存到500万的话呢 那这个利率有点高了啦 4%太高了一点 那我们要用月来计算 每个月存的钱 所以你要存到500万的话呢 一样用5000块 你要存500万 4%的话要存36年 36年你几岁了 50几岁了 也要退休了 所以为什么18%我们觉得好生气 对吗 如果18%的话呢5000块 将近一半的时间 你就可以存到500万了 所以这个18% 这个利率相对高 那因为它有它的时间背景 现在利率相对低 当然18%的话呢 有它的一个可受公平的地方 所以一样你可以用Excel的话呢 用这个公式来反推 好 那这个分期付款的话呢 可能对大家来讲的话呢 是会比较常用的一个公式 譬如说我要去 我现在借1000块 那1000块分三年的话呢 分三年 那我每一年要还本金 本息多少 我要还本息多少 好 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 现金流应该是多少 那你可以用在Excel 你可以用P&P的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P&P里面它要你什么 一样要算这个利率 然后要期数 多少年还 好 那这个1000块呢 在这个里面 你要确定它是限值 它是限值 所以刚刚我们在算说 要500 刚刚我们说 你要存这个存到500万的时候 那就同样这个公式的话呢 现在是要来算分期付款 好 所以1000块呢 它是限值 在时间上是今天我借出来是1000块 好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来 好 那你要存的 你每个月 每一年你要还的这个本利的话呢 是374.11元 如果我把1000块放到FV的那个位置的话呢 它告诉我的是 我每个月存374.11元的话 三年之后我可以存到1000块 好 就反正是倒过来算 应该不是这个数字了 好 就倒过来算的话 那1000块就会变成是我的未来值 就变未来值 好 所以你在算PMT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是限值还是未来值的一个概念 那你放的位置就要放好 还有就是这个type 好 那像我们现在 我们是说期末材料缴利息 因为分期付款是借钱之后 使用的才会 材料去还本金 所以它是期末 它是期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可是如果是保险的话呢 它必须起初就要付 它就会变成是起手年金这样子 好 所以用PMT这个公式的话呢 是非常常用 非常好用的一个公式 好 所以你可以长长的去计算 你想要去买一个车子 你想要去这个 你这个什么中年庆的时候 你想要去分期付款买东西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先用PMT的这个公式来试算 所以银行他们在算分期付款 所以房屋房贷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用这样的公式来计算的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计算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合理性 因为这个计算基本上是 根据你的本金余额来计算利息 是根据你的本金的这个余额来计算 所以你第一年的话呢 你的本金是1000块 所以当然你要还的利息呢 6%的利率的话 当然就是60块 好 那其中还的本金314.1元 剩下685.89元 好 所以第二年的话呢 算利息的时候 是用685.89来计算 好 所以地下钱庄就不会是这样子算 那另外你要留意的就是说 为什么说你要自己先试算看看 好 你去跟银行谈的时候 银行如果告诉你说 还你的本利 跟你自己用这样算出来 结果不一样 那你当然就要问啊 他到底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贷款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计算这个贷款 因为只要是根据本金来计算的分期付款 就是刚刚的公式计算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跟你做这个贷款 你就要深入去了解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说你要会去用Excel 会去用这个公式会去知道说算出来的结果 代表什么意义 好 那这个时间价值上面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告诉你年金的概念 我告诉你Excel的怎样的一个使用 希望你能够真的去使用它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到资本预算了 因为对一个企业来讲 我们去做所谓的投资的话 当然会预期它在未来的几年 它都会有一些带进来一些现金的收益 当然这才值得你去投资 可是我会需要什么 起初我要去做一些投资 未来每一年的话呢 带给我现金收益 那很多的计划里面 我可以做A产品 我可以做B产品 那到底我应该去做哪一个产品 那我就要去评估啊 哪一个带给我的 带给我的这个效益的话是比较高 财务效益比较高 那我才去做那一个 好 那这个所谓的 这个资本预算的话 就是投资决策的话呢 我们会站在某些角度上来看 就是你为了永续经营的话 你为了要去扩大你的市场 你要去维持你的竞争力的话 当然你要不断地提出来 你要不断提出来 这也是我们讲 这个策略管理的一个原因 你要一直不断地去提什么 新的idea 你要一直不断地去开拓 你的这个产品线啊 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投资计划出来 那这个资本预算的话呢 就是一个做决策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资本预算过程 我们需要算什么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好 所以我们不是去算未来值 我们要把所有的未来值算成现金 我们拉到今天来做比较 因为你未来的收益都是在当期 得到的金额都是在当期 所以我们要把它拉到现在来做比较 这是我们为什么刚开始要讲 时间的这个货币的时间价值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要留意的 就是这些投资计划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 有一些计划叫互次的计划 也就是说这些计划 你就只能挑一个 这是互次 所有的ABCD计划里面 你只挑一个 挑一个之后 你就不能去做其他的 你就不能再做其他的计划 那有一些计划呢 我们叫独立的 你挑了A计划 你不需要去否决B计划 这两个计划呢 其实都可以同时做的 那如果是独立计划 可能我们要去思考的是 我整个资金的分配 够不够去做这么多计划 所以你要先厘清楚说 你这些 这些你在考虑的这些投资计划 他们是互次呢 还是他们是独立的 你要先做这样一个厘清 互次你就只能挑一个 独立的话呢 你就可以同时挑很多个 譬如说 你可以去念哈佛 你也可以去念Stanford 对不对 可是你就只能念一个什么 你就只念一个佛 对不对 你去哈佛 你就不能去Stanford 是不是 那你大概不会去Denver吧 也是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副次的概念 当然你可能说 我去念哈佛 然后呢 我去修Stanford的那个 现象 现象课程 那就还OK 是不是 可是如果要你本人到呢 那就不可能了 好 那另外我们讲的现金流 在这个计划里面 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考虑的是 因为这个计划带来的现金流 因为这个计划带来的现金流 那我强调的是什么 现金 是现金 可是当你在考虑说 这个计划能够带给你的营收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的是 你可能会从这个损益表下面去想说 我的这个营收是多少 费用是多少 所以我的计划是多少 就是不要忘记 当我们在算计划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考虑的折旧 好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折旧这个项目 所以以现金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折旧是应该要加回来的 因为你并没有真的 把这个折旧呢 用现金付出去 所以你要把折旧加回来 好 这是资本预算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在资本预算的过程里面的话呢 你可能会想到说 我的起初投资有什么 我就买设备啊 我买仪器啊 那些看得到的 你都觉得对 我又有投资 但是你真的 你就想想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开一家咖啡馆的话 我装潢好了 店也租好了 那个咖啡机也买好 杯子也买好 桌子也铺好 椅子都买好 这些都看得到 你要不要在柜台 这个柜银机里面放上几千块 来买咖啡的 要不要找他钱 对吧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些营运资金的部分 所以这是在资本预算里面 一般我们都会忽略到的 买设备我通通都有概念 可是除了设备之外的话呢 你还要准备一笔叫营运资金 Working capital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经营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钱先去买原物料 要去支付这些营收账款的一个部分 可是在这一期的营收 在这一期开始产品出来 我开始卖掉之后呢 我就会有钱了 我就有钱来应付我下一期的这个营运资金 所以在资本预算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考虑的是用营运资金的变动 所以我有一笔期初的营运资金 接下来的每一期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再去准备一笔的营运资金 我只要准备的是营运资金变动的这个部分就好 因为我在运作的期间 我会有现金收入 所以我不需要提炼那么一大笔的钱 好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开始来讲 我们先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就花16万我去买一个营运机好了 然后你就开始帮人家营运对不对 营运就会有收入啊 那你要付电汇啊付进珠啊 请公读生啊 买纸张这些都OK 好 这一年的净收入的话呢 就是cash flow 机械的折旧那些都算掉的话呢 我们cash flow就是63,120元 第二年有70,800元 第三年有910,080元 好 就这个机器 三年 值得你投资吗 值不值得你投资 去买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好 你就跟我们戏办抢生意嘛 对不对 你就这个 那个什么 共同教室那边有一个营运中心 它营运的蛮贵的不是吗 是吗 它比外面好像贵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在它旁边摆一个 然后买一个二手机器 然后卖营运的比较便宜 生意肯定比它好 好 值得做吗 我们会找几个同学嘛 每个出个三万块 找五个同学也可以凑出来 值不值得做 那我要求的报酬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投资 所以我要求报酬率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自己拿钱出来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报酬率 那如果我们要去跟人家借钱呢 当然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我的资金成本了 12%的资金成本 到底我值不值得去 去跟人家借钱 来做这样的一个生意 好 那基本上我介绍三个方法 我介绍三个方法 那其实还有更多的方法 我们就不去谈它 我们就讲三个最普通的方法 第一个是还本期 好 还本期 它就照字面意思 你投资的本金 花多少期间来还 好 那我们的期间 我们是用年为单位 我们用年来为单位 好 所以你只要估计 未来的现金流量 然后呢 你就把每一节现金流量 减到你的这个期出投资 然后算到还本 多少年 你把它算出来就知道了 可是呢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预设的还本期 你必须要先有预设的还本期 所以你不能说我算出来之后呢 我才去找一个还本期 你必须期出就要设一个还本期了 决策原则你要看 如果是独立的计划呢 你当然要挑什么 你只能挑一个 所以你要挑 那个还本期比你预定的那个期间 还要短的 而且里面是最短的那一个 才是你的 才是你的这个赛选的标 才是你的目标 你可以做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是独立的话呢 只要是还本期 小于你定的那个 那个事先定的那个年度的话呢 那些计划都是可行的 所以你要记得 你要先去跟说 你这是独立的计划 还是互施的一个计划 好 所以我们预设两年 因为这个计划三年 对不对 你怎么不会说三年还本吧 所以选两年是相对合理 一个计划做三年 然后三年还本 那大概也不用做了 所以你的还本期 一定是比你的计划期间来得短 一定是来得短 你不会把它选到 说跟你的这个计划期间一样 所以假设预设两年的话呢 好那我们就照刚刚的 我投资16万 我减掉第一年 那还剩下10万 所以第一年还有10万 本金还不能偿还 第二年的话呢 再减掉第二年的营修 我还有3万亿不能偿还 所以很明显它是不可能在两年还本的 因为到两年底的话 还有3万亿没有还本 那实际上还本呢 实际上还本金额呢 就是还有3万亿 我们除上第三年的金额 那算出来大概就是2.34年 好所以你实际还本期间是2.34年 你才能够还本 所以可不可以 这个计划根据还本期老奖 可不可行呢 就不可行了 所以你算出来2.34年 你不能再回去改说 我预设值叫2.5年 这个计划可行 不是这样子 你一定要起初就把它设好 起初就设好 起初设两年就两年 然后看出来结果 不可行就是不可行 好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考虑到什么 你的63,127万0800 9万080元 这都是未来值 它都是未来值 好所以我们没有考虑到 折现这样一个问题 你没有考虑到折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还本期法 做一个修正 好我们就把它修正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就把第一年呢 第一年的这个金额现金 我们把它还原到现值 我们就把它还原现值 做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就是后面这一项 我们做一个还原现值的一个动作 那还原现值的这个折现率呢 我们就用报酬率来用 我们就用刚刚的那个12%的报酬率来折现 我们就用它来折现 所以第一期还原成现值 第二期还原成现值 第三年还原成现值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真正的这个用折现还本期来算的时候呢 那它的还本期就变成更长一点 2.81年就更长一点 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呢 你用还本期来看呢 它其实是没办法在两年还本的 它没办法在两年还本 那第二个方法我们叫做净限值 净限值的一个方法 因为期出投资是限值 那我就要看我未来的收益的限值 跟我期出收入的这个限值 这两个差 到底这两个的差距 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和 这三面标题是和 因为我用这个公式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和的概念 我是T0 T0就是我期出 我期出投资 到DN期 这个cash flow 那每一年当然这个现金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CF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个公式来讲 当然它是一个和的概念 可是如果把它拆开来看呢 我的时间 在这个summation公式里面的话呢 我时间从第一期开始的话 那我的期出拿出来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复制 所以它会变成是 未来收益的限值 减掉期出的投资的限值 它就变成是一个差的概念 那如果你用这个公式的话 summation从D0期开始的话呢 它真的就是一个和的概念 这个期出投资跟这个 所有现金流入跟现金流出的 限值的和 用这个概念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决策原则呢 如果是独立的计划 只要净限值大于零的 都是可以投资的计划 如果互置的话呢 那我当然要挑什么 净限值最大 大于零而且是最大的 这个净限值的那一个 那个投资计划 好那你算出来的这个净限值的话 有没有意义呢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式 我们就带进来算 所以这个投资计划带给我们的 净限值是12627.42元 这个数字有没有意义 有的 这个数字有意义 它告诉你说 好我们真的去买这个机械的话呢 三年之后 它可以帮我们的资产增加多少 帮我们的财户增加 12627.42元 好就它帮我们股东的这个财富 可以增加这么多 它可以帮我们股东的这个财富 增加这么多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很重要 帮我们股东增加财富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的话呢 股东是公司所有人 可是决策呢 是总经理在做 总经理不是公司的股东 基本上 对不对 是我们请来的一个专业人士 那这个专业人士呢 他会不会帮股东着想 他搞不好买这个机械 他就本来16万我们就可以买到的 他就硬是要买个25万 因为他可以拿回扣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他就没有替股东着想 他应该买这个16万5的机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准则 来规范这个专业经理人 他做所有的决策 所有投资计划的决策 都能够考虑到股东的权益 所以净现值法算出来的这个金额 他算出来这个金额 他考虑到这个不同时间点的问题 他也考虑到风险 因为我们用这个12%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报酬率 是可以把风险考虑加进来 就是如果市场报酬率只有10 那我们投资这个计划 风险比较高一点 那我就再外加2%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就用12%的报酬率 这是可以考虑的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算出来这个数字 真的这个现值的话呢 是告诉我们 这个计划可以帮我们股东 增加的财户就是12627.42元 真的是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好 所以结论呢 净现值是大于0的 所以如果是互次的一个计划 他也是在可考虑的范围之内 如果是独立的话呢 他绝对是可以执行的一个计划 好 那同样 用同样的一个公式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反过来 假设这个计划 NPB等于0的时候 那去反算它的折线率 好 所以用同样的一个公式 但是现在没有折线率了 刚算NPB的时候 折线率是12% 现在没有了 好 所以就是说 我就在损益平衡的时候 那我的折线率是多少 反过来算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样的内部报酬率 我们就得到内部报酬率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内部报酬率的话呢 在决策的原则上面 你还是要先预设一个报酬率 你要预设一个报酬率 那通常我们就是用资金成本来计算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计划 我们的资金成本是12% 所以你的IR必须大于12%的话呢 这个计划才是可行的 这计划才是可行的 所以一样你可以用Excel来计算 你可以一样用Excel来计算 那这个资料我就输在这个 这个像Excel里面的表格 对不对 A column然后对照的是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这样子 MPB的话呢 你要输入的数字 就是你要先输一个报酬率 你要的报酬率或者你的资金成本 你还是要用年纪率的概念来计算 然后所谓value的部分呢 就是未来的现金流的部分 这个value的部分你要放的是未来的现金流 那你的起初投资呢 必须放在MPB的公式的外面 放在MPB的公式的外面 所以你不是从A1加到A4 你要从A2加到A4 就是你的未来休益这个地方 在MPB的公式里面 然后你要把这个什么 起初投资另外拿出来计算 这是MPB公式 那如果是IR的话呢 这个value就是从起初一直到起末 从起初到起末 好那我们这一组资料算出来的IR是16.13 所以这个计划可行吗 以IR内部报酬率的这个标准来讲 这个计划可行吗 因为大于12% 对不对 所以它是可行的 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要你去猜一猜 也就是说因为刚刚的公式你知道 刚刚的那个算IR的公式 它不是一个直线的公式 所以它其实求解是很困难的 在以前电脑不发达的时候 真的要猜一下 大概再拿一个range 给它一个range 然后才从那附近的话呢 开始慢慢去try and arrow的方式算出来 可是现在电脑很强了 你就不用猜了 它很快就帮你算出来 OK 好 这是内部报酬率跟进线值的一个关系图 OK 我们可以把这个折线率的部分呢 当作横坐标来看 纵轴就是MPV 那你可以看到 IR就是什么 MPV等于0的时候 这时候算出来的就是IRR 然后MPV呢 跟着你挑的这个折线率的话呢 呈现一个反向的关系 折线率越低 你的MPV就越高 好 所以是不是你也可以造假了 你这边又可以有造假的机会了 如果你要去告诉人家说 这个计划绝对可行 你就挑一个什么 你要把MPV做大 你就挑一个很低的报酬率 是不是 不是吗 好 因为利率跟你的MPV 是成一个反向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很tricky的地方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在看 你在看别人 别人给你的这个MPV的时候 你就要问 你的报酬率怎么挑出来的 它跟现实怎么差距差这么多 对不对 那一样你自己 也会面对人家这样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要挑一个 合理的一个报酬率 好 你要挑一个合理的报酬率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MPV跟IR的结论会不会一致 刚刚那个例子是一致 对不对 MPV告诉你 它是正的MPV尽限值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IR内部报酬率的话呢 也大于了这个资金成本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都是可行的 那到底有没有互相矛盾呢 跟你讲这两种情况 它是会矛盾的 非传统的这个 非传统型的现金流量 就是说一般我们觉得 未来的收益是不是都会震 未来一定是收益 不一定 未来不一定都是收益 好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是互次计划 你现在有两个互次计划的话呢 有可能你得到MPV跟IR的结论 是不相同的 但是你要用哪一个为标准 MPV 为什么 因为刚刚讲过 MPV的话呢 它真的算一个数字告诉你 这个计划做完之后 可以帮我们的股东 创造出来的一个财户 可是IRR呢 它确实是一个报酬率的概念 很容易沟通 这个计划做出来 报酬率是16.13 很容易沟通 但是它要讲的是说 这个计划 它自己 又一直不断地 是用这样的一个报酬率 每一年都是 用这样的一个报酬率 在创造 在创造它的一个利润出来的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够确定了 市场报酬率只有12% 那为什么我这个计划 可以维持每一年 都是16%的一个报酬率 它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可以让它一直维持 这样高的一个报酬率 好 这是内部报酬率 受人家挑战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所以你要记得 你永远用什么 MPV 好 这是非传统现金流量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计划呢 在第三年变成是负15万 一般你觉得说 未来收应该都是正的吧 可是像这个例子 第三年它就是负15万 直觉上来讲 你觉得这样的计划 应该不值得投资吧 是不是 所以如果报酬率15%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 以R来计算的话 R它不是一个现行的一个函数 所以它可能求出是多个解出来 特别是像这样子 它的一个报酬率可能 它的这个现金流 未来现金流有负的情况的话呢 那你可能得到的是两个解 你得到的一个是10.11 一个是42.66 哪一个才是对的解 你一定会告诉人家 R是40多 对不对 你一定告诉人家是这个 实际上呢 这个是绝对是不合理 因为刚刚你讲过 你必须一直维持 用42.66这样的报酬率 在里面一直不断的去创造 你的营收出来 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它实际上真的报酬率的话呢 应该是10.11 你要挑这个报酬率 这是R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面对的是 多重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有一个会是极端的高 非常高的 那第二个我们讲是互次事项嘛 像这两个计划 如果是互次的话呢 你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结果 那你应该挑哪一个计划 我们刚刚讲应该NPB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挑A 好 我们把刚刚的这两个 这两个投资计划 它的这个NPB 跟它的报酬率的关系 因为你可以去挑 不同的报酬率嘛 所以不同报酬率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算一个NPB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 这两个计划的这个NPB 跟它的这个折线率的一个 这个图形出来 所以A的话呢 红色代表是A的这一条的NPB 跟Discount Rate的关系 那B的话呢 是第二个计划 两条线一定会相交不是吗 在一个平面上 绝对两条线是会相交的 除非它们是平行 不然它们绝对是会相交 所以相交之后就有一个交点 那是不是交点前 A大于B A的NPB大于B 然后B的NPB呢 会在交点之后 B会大于A的NPB B就大于A 这是相交的一个结果 好 那IR在什么位置 IR是出现在右边 因为NPB等0的地方 那那一边的话呢 那一边对照出来的 在交叉点的左边的这一边 它一定是NPB比较小的 好 所以在右边 这个IR比较大的 它一定是在交点的前方 NPB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应该选哪一个才合理 你是不是还是应该以NPB为主 你还是应该以NPB为主 因为NPB基本上是 我们先设定好的 你设定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以那个交叉点的 这一端来看的话呢 它才是相对是比较合理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特殊 但是你永远记得 你永远用什么就对了 你永远把NPB的结论 当作最佳的结论 你永远把它当作是最佳的结论 所以这两个计划 在NPB在IR 这个计划 刚刚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 在NPB在IR 它都是可行的 虽然这个 以环本期我要讲 它环本期会超过是两年 比较长一点 但是基本上呢 它还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计划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再讲一个例子 我们再讲一个 实际上真的去运用的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起初 花80万去买一个设备 那这是这个加速折旧 那残值有这样子 那它的变动成本是60块 每一个单位 固定成本每一年是2万5 盈利事业所得税是34% 那营运资金是营业额的15%来计算 可是期末这个计划结束的时候呢 营运资金一定要回收 因为计划已经结束 所以我不能够再把它 我不可能再跨其流到下一起 所以期末的这个 营运资金一定要全部回收 要求报酬率是15% 好 这是所谓的加速折旧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趣一点 所以我们用加速折旧的方式来计算 因为直线折旧就都固定嘛 所以用这个加速折旧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不同的利率 它就有不同的这个折旧率 所以就算出来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折旧金额 好 那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去预估你的损益表 你要预估损益表 所以我们有预估的单价 我们有预估的成本 我们就算营收 好 那变动成本 刚刚已经有算过每单位多少钱 还有固定成本 好 那折旧是刚刚的那一个表 移过来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算这个 税前的 ABIT 税前历史前的这个营收 好 我们可以去算这个 然后我们就算户税 34%的话 户税 然后算出净利出来 是不要忘记了 在算资本预算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现金流 好 我们现在要说用现金 所以你要重算是用什么 你要用这个EBIT 把折旧加回来减掉税 你用EBIT把折旧加回来 然后把税减掉 好 那营运资金呢 我们刚刚假设它是什么 营业额的15% 可是我们要算的是 它的变动 它的变动 所以我第一期准备了2万 那我第二期的营收的话呢 是36万的话 那我就要准备的营运资金 是5万4 是5万4 可是我实际上 我只要增加多少 我原来就准备了2万 所以5万4的营运资金 对我来讲 我只要再增加3万4就好了 我增加3万4 那所以我第二期有3万4的话 那我到第二期的时候呢 那我这一期的营运资金 需要9万 所以我只要再增加多少 3万6 所以我们就去算 那个变动的部分就好 算那个变动的部分 所以我们通通把它 汇整在这边 所以营运现金流量的部分 EBIT把折旧加回来 把税减掉 因为那是你要付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总和 我们看到第四行的 第五行这地方 这些金额是属于 营运现金流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 禁营运资金的变动 禁营资金的一个变动 所以我们期初准备了2万 期初的地方 这个计划是8年 所以是第零期 零就是现在 然后就8年的一个期间 所以第零期呢 我要运营资金要2万块 为了要去买什么 买这些支付这个应付账款 要去买这个原料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这个运营资金 好那刚刚算变动 刚刚的那个 运营资金变动的那个数字 我们就把它扣过来这里 我们就把它扣过来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负的我们就打负的 好那最后一期到第8期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注意看到 好在第8期的话呢 这地方我们要把这一期的 运营资金要全部回收 因为计划已经结束 它不会到下一期去 好所以我们就通通把它回收 好所以这是禁运营资金 变动的一个部分 好然后再来我们资本支出多少 80万对不对 我们总共的营运资金支出80万 可是我们有期末产值10万 期末产值10万 所以禁运资本支出的部分呢 起初有80万的支出 期末呢 还有10万5600块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现金收入 好这些都是现金收入 对不对 这些都是现金 所以你在整个投资计划 你的现金收入 有来自你营运的现金 有来自你的营运资金的部分 还有你的投资 你的投资的一个部分 就是那个机器设备的那个部分 那通常就是后面到底 有没有产值 那大概就是可以你去考虑的部分 你要不要假设它有产值的存在 好那我们把这些数字 都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通通再把那个总和的那一项 我们通通把它拿到这个表上面 来 营运现金的部分 经营资金变动的部分 资本支出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这些现金 有通通加在一起 所以刚刚的那个范例里面的 所以第一年-16万5 相当于这个位置 好付16万5相当于这个位置 再来的话呢 就是第一年的63100块 63120块啊 或者是这个70800块啊 6980块 就是这个位置的一个数字 就是位置的数字 好那 还本期的话呢 是不是就开始 期初所有的投资是82万 然后我就减掉第一期的营销减 第二期營收減減減減減 然后去算 所以我算出来 版本期大概4.08年 然后MPB的话呢 我要带的公司是什么 MPB 我报酬率的话是15% 我要求报酬率15% 所以第一期到第八期 把它带到MPB公司里面 然后再把这一期的金额减掉 把期出的这个金额减掉 所以我算出来MPB是 65,485元 这个计划在MPB的这个标准下 它的MPB是正的 所以它告诉我们 你投资这个计划 到八年之后 可以帮我们的股东呢 增加65,485元的 这样的一个财户 那IR的话呢是17.24 所以也高于我们的15% 也高于我们的15% 所以总的来讲呢 这个计划应该还算是 蛮可行的 好 那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你在写所有的这个 各位同学的BP上面呢 你就是要付这样的一个 你要付像这样的一个财务报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计划的评估过来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评估 4分别愿意外 感谢观看